男生在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一直强调就说 你自己认为自己大男子主义是吧 你需要一个女人在你身边是 你说什么她就要做什么 不全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我认为对的 女生应该听我的 凭什么 我觉得我比她有主见啊 谁告诉你你比她有主见 都是你一厢情愿认为啊 你觉得你自己比她优秀吗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女生也是一样 在这段关系当中 永远都在表达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凭什么 就同样为你们两个人 就是凭什么 而且两个人都没有认真的 去尊重这段感情 这边有开放记录 那边跟客户在酒吧待到两点 就你们俩是叫着劲比着劲来 看谁先把这段感情推出去是吗 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开始一段稳定的 情感生活的话 请你们切记要守住这个感情的边界和分寸 就是我们默认在这段感情当中 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因为我这样做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 这就是边界 两个人都相互说我没有安全感 我没有安全感 是啊 你们这样的谈恋爱 给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的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安全感 我觉得是首先自己做到位 然后再去要求别人 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 那这个安全感任何人都给不了你 1314发给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反正如果有个男生给我发1314 我是知道什么意思 你会收吗 我肯定不会收啊 但人知道我是有对象的 所以你会收啊 不是啊 我就接我该接的活动款呀 你退给他那134了吗 多出来的钱你退给他了吗 没有 就是关系都挺好听 1314在情人节送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没想那么多当时 人家人家也跟我说了 没想那么多 姑娘 那你这段感情 找不到安全感是应该的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李总 看到你们两个 我对感情有了新的认知 因为以前呢 我和我太太 两个人是冰火两重天 我觉得两个人完全不一致 没法在一起生活 现在我发现两个人 如果完全一致 也没有办法生活 他肯定是有事嘛 如果没事 提前就告诉你清楚了 我去打麻将 跟几个朋友 如果我真的不告诉你 我知道你会发飙 对不对 我真的是 他肯定 他都监控你 微信到那个地步了 你知道他肯定会发飙 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一定拍张照片 这天晚上我们四个人 对吧 万一你那天发飙了 我给你看呀 我没事 对吗 你也一样 1314客户款 你只要回一句话说 打给我一枪 不就行了吗 不难 一句话 或者你推给他 14块也行 有吗 没有 所以你俩一样样的 关键是没有一方反省说 我要改 你们两个没有一个 要低筹认输的 一个我肯定是 针尖脉盲 烈火劈雷 直到永远 他如果你们能承受 觉得还愿意享受 你们自己选择 对 但是我今天到这里来 我就是有一点点希望吧 我抱着他能改 你不要有一点点希望 他的性格怎么能改呢 他的性格 基本是愈演愈烈了吧 你的性格也改不了 你也没有全对 你自己的那么多事 也动不了 所以你们两个 我个人觉得 我也没有想劝 我想劝的就是 找到那个 真的跟自己合适的 好 谢谢丽总 来 徐老师 相反 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 今天在现场的是你们两位 但是在电视机前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跟你们一样 因为一些小事 来回争吵的年轻的朋友 所以我接下来这段话呢 是对所有的 像你们一样 在感情当中 非常挣扎的年轻人说的 我为什么说 你们两个人好呢 第一点 男生说他来了 并且他刚刚讲了说 还是抱了一点希望的 对吧 这点希望就是好的 做事情不能光看结果 更要看动机 动机是两个人 都希望把感情经营好 这就是好的 第二点 两个人对未来有规划 已经买了房了 并且还知道挣钱 这就是好的动机 然后 你们还知道去纠结对方 互相查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很好 那么接下来 我来回答一下 你们在刚才 互相提出的问题 女生说 不知道为什么 男生现在呢 回微信晚了 越来越不耐烦了 你的解释是觉得 新鲜感过了 来我告诉你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感情的发展 有自己的规律 感情一般来说 分为四个时期 激情期 平淡期 磨合期 共生期 一开始是激情期 干柴烈火 看一眼都能点着了 但激情期不会长久 再亲密的情侣 激情也会慢慢地衰退 所以你们的激情不持久 这是正常现象 激情不持久之后 马上就会到达平淡期 因为我必然一段感情 要从浅的 热的 变成深沉的 厚重的 所以你们正在这个时期当中 如果你们以后结了婚 还可能会遇到 磨合期呢 只有度过了平淡跟磨合 两个生命真正的融合了 才能达到最终的 共生期 这是第一个 不用再担心那么多了 第二个问题 我看到的是 男生说 我大男子主义 然后呢 你要听我的等等等等 女生 强势 情绪化 我觉得把人标签化 是一个特别 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你大男子主义 你就大男子主义了 或者你也认为 自己是大男子主义 但其实一个标签背后 都有很多种解释 大男子主义 也许意味着 强势 粗暴 但是男生也说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需要承担更多 对不对 什么叫真正的 大男子主义 小伙子 是自己扛起来这个家 这是真正的大男人 计较可不一定是 真正的大男人 那什么是强势呢 一样的解释啊 强势不光是消极的解释 所以当我们看到 一个词的时候 不要马上把那个 标签化往自己身上套 尤其不要把那个 负面的解释 往自己身上套 多想一想 这个词还有什么 正面的解释 我怎么能用这个解释 把自己的感情 经验得更好 就这样 好 谢谢徐老师 来 徐琦老师 很简单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人选对了吗 你觉得人选对了吗 对吧 人选对了吗 我觉得挺对的吧 各方面也都挺合的 只是因为最近这两个月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有点慌了 人选对了 为什么会不安全呢 人选对了吗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还说什么选 我选的只是当时的感觉吧 我问你选对了吗 我是问你 你知道你要选什么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 和你最终站在你面前 那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焦虑 所以你们痛苦 所以你们不耐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人做对了吗 你们自己想一想 131477发给你的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回一句嘛 对不起王哥 我有男朋友的 这个钱我是不能说的 男朋友看到了之后 会不高兴的 你还是把那1200给我吧 就退了 话不会说吗 人做对了吗 你也是 你开房对吗 为了一个炒蛋 为了一个什么肉片 吵架对吗 这是男人该干的事吗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不知道 做人的时候缺了什么 所以我的意见 其实很简单 我建议你们 谈恋爱之前 先学会做人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控制对方 先花那么多时间 来好好地修正自己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决定你们来做 想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我还是很开心 就是你能够陪我 来到这里的 你说你也请了假 我觉得你应该 心里还是在乎我的 就是我可能 有时候脾气 也是大了点 但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从 普通朋友啊 走到这个情侣关系 也非常的不容易 我还是希望我们 可以相互 多包容一点 其实跟你在一起 这段时间 挺开心的 如果你愿意去改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 自己也能够 从自身去寻找一些原因 我还挺相信 缘分这个东西的 挺难得 我觉得 看缘分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 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从来都没有给你带过戒指 以此为 请开门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